是的 大家也看到昨天反送中示威爆发的警民冲突 是从街上打到去了地铁站 而今天示威者和警方的对峙又转移阵地去到了机场大楼 一批示威者在今天下午大约两点钟在机场大楼外聚集 并且堵住了机场的出入口 企图要摊换机场来回交通 而大批的防暴警员随后也已经到场列阵戒备 人头攒动 大批戴着口罩身穿黑衣的香港反送中示威者 今天下午两点钟聚集在香港机场巴士总站 右手推车堵塞机场大楼通往巴士站的出入口 又拆回附近马路旁的铁蓝鱼路杖 组成大型障碍物堵住巴士站附近的马路 随后大批佩戴防暴头盔及手拿盾牌的军装警察 在机场大楼内筑起人墙列阵截备 防止有示威者冲入大楼 镜头转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头 大批手持英国海外国民护照BNO的香港人 高举英国国旗大喊口号 要求英国给予持有英国海外国民护照的香港人 享有居住英国等权利 对着英国驻港总领事馆高喊让我们回家 然而家在何方 一波波示威的烟雾弥漫 仿佛已让香港人在回家的路上迷途